現在來到這個Bitcury Shop 和買一杯咖啡喝 因為要下單攤很多事情 很累 所以要提神提神 終於買好了一杯咖啡了 然後坐下來休息一會 喝幾口咖啡 然後再坐我們這裏的城市巴士 去下單攤多倫多去辦事情 到時就拍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待會見 這裏就是Queen Street Queen & Yang 這裏是古老的房子 這裏就是Yang Street 和下面是Richmond Street 多倫多單攤一部份 過去十幾二十年 單攤建了很多Condo 即是雙住兩院 將多倫多市中心變了很多 我覺得是好的 現代化和大都會感 乾淨整潔一些 經過一間很美的古老圈 不過可惜那些樹 遮住了它 因為很美很美很高 它應該收掉這一邊的樹枝 雖然說 不是說不環保 因為遮住了這麼美的 即不是叫它撒成一棵樹 就是叫他旁邊的屍體,像這些,可以收一收,讓他整個外形出來,讓人見到 這個church的名字叫做Metropolitan United Church 1870年開始起的了 浪費了,已經遮住了 這一堆可以剪掉了 就是我右邊那些branch,那些雪橘 那就可以清楚很多看到了 冬天沒問題,冬天下了葉就看得很清楚 但通常很多遊客啊,拍照啊,或者來看呢 那夏天應該清一清去 不會影響到其他那些樹 或者那些樹本身的生長的情況 你看看我旁邊這一棵玫瑰花樹開得很漂亮 所以呢,我現在坐在椅子裡,拍了他來留言 上面給大家看一下 聽不看得到另外一棵也是很漂亮很漂亮,開得很漂亮 那些玫瑰花樹 小小棺木樹 你看到人坐在那裡 跟他的比例看到,是長得很高大的 都有一些玫瑰花香在那裡 都有一些玫瑰花香在那裡 啊,這邊體力更漂亮 拍得出去那些很多花 花圈的感觸 是不是很漂亮啊 好大棵的,好大棵的 我都要跟他拍一拍 在這個角度,拍Yang Street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就很出名的 Elken and Winter Garden Theater 對面現在有燈那裡 好猛鬼的 我的《談鬼、說鬼、說鬼》 《話鬼》的節目都有講過去的 你有時間有興趣沒有去 那個目錄就是Creative Playlist 找《談鬼、說鬼、說鬼、說鬼》 那你就可以找到這個 最猛鬼《多倫多》的演樂劇院 這裏是雙雪 這裏是雙雪 下來了多倫多 下來了這裏是Eater Center 看見雙眼 花了幾十年 好了,這裏是加拿大眼 已經是Eater Center其中的一部分 Ethian Center是賴賴牆的 人量當然比其他商場多 因為在這段單攤市中心最旺的區 你們看看這裏 就是其中一部份 全面黑黑黑是要裝修 這裏是Ethian Center最低層的其中一小部份的Food Court Session 很大很大的 不會有一小部份 一小部份 這裏就是Ethian Center一出來 對面就是Dundas Square 德達斯廣場 現在是夏天了 所以平時有很多節目 但今天就沒有了 這裏是Young and Dundas最旺的橋段 就是那個地段 看這個天氣和風 你以為是秋天 不是呀 現在是夏天來的 這裏就是Dundas Street的台陽街了 一路下去就是台陽街了 已經是 現在來到這間香港餐廳那裏吃個很簡單的日子 現在已經十五點了 啊!就是新香港餐廳了 我剛才想試一下用那個QR Code 沒有奶 誰不知呢 上不到網 很難上 算了算了 找去拿個餐牌 算了 老式 今天你本來就打算 去雪地坊買四樣東西 誰不知呢 全部都辦不到 要不就沒有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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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不再 carry一個item 另一個就剛剛買完 替你服美 所以有時候呢 我去春街 如果就剛剛有些東西 我想買的話 我就買回去 因為有時候 等你需要的時候 未必會有的了 好像今天呢 四樣都沒有替你服美 今天真是不宜錯 去辦事 幸好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 不會影響到我 可能沒所謂 那就下次再買吧 這個呢就是我叫的 咖哩牛腩飯 我上次來都吃過 OK的 很不錯的 以前呢 我就去龍城樓宿那間 吃的咖哩牛腩飯 以前做得很好的 啊 但是我前幾 排去呢 咦 味道一樣這麼好 不過呢 可吃去呢 那些牛腩很小粒 切到呢 好像牛肉粒那樣 就是吃一點點很不過癮 那我寧願去收到人家 兩三元 就是給多一點 就像這裏一樣 就像是真正的牛腩 更好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不去那間 因為吃得不過癮 雖然那間 煮得很好的 那這間我上次來試過都不是差的 那 那不如吃這間好過 是不是 因為它 淡淡肉了給我感覺 就是很像以前那些牛腩一樣 那 龍勝那間呢 去呢 就 收十五個多 那這間呢 是十七個 不知道是不是七毫半 而已 十七個半 那 就像我剛才所說 去那間做得不錯 你不然我吃得多人家 兩元三元 給多一點 給別人家好過 那好像我今天 我就不去那裡了 雖然它的味道不錯 但我沒理由就是吃咖哩的汁 是不是 那些牛肉 切得太小 很沒人不吃牛腩 這天你跟人家說 是寫著咖哩牛腩 牛粒飯 那這個 它收得人家 貴了 但起碼像一點 咖哩牛腩 感覺 我自己吃咖哩 做的牛腩 做的牛腩 做的很好吃 很好吃 好多好吃 不過問題呢 做的太麻煩了 所以呢 有時候我都是出去吃算 嗯 那去那裡的牛腩 不過不失了 就不是說 特別多 我會 一定要來吃的 那些 那些給你呢 我借來這家 起碼給我感覺到 是咖哩牛腩 那些給你咖哩牛肉粒 那些給你咖哩牛肉粒 嗯 我自己呢 有時間做咖哩牛腩 因為我做的很美味 很麻煩 因為差不多大半日時間 可以看著 另外一吃得太好吃,每次我都会吃很多很多,吃得很贵 这个可以了,但始终不像我那样的 因为自己煮,没办法不可以煮的,实际是好很多 这家餐厅有很多人,我坐这么久都有百分之八十 大部份都是年轻人,有像我年纪那样的人 食物四川可以,不觉不失,在唐人街来说就是这种价钱 你吃一个餐厅就想到$20-$25左右,分量比较多,就是这样 吃完了,现在就回到月时收购了 因为现在是夏天,所以就算现在大约7点钟,都是天很光亮的 现在没有下雨了,刚才下午就少少耳末和暗,现在出了太阳 这里就是龙城,八十年代起的,但是没什么特别 来了这家月南火卖我最喜欢吃的煎堆,最好吃的 这些煎堆,很忙很忙的,这里忙得你飞起,这些东西很好吃的 虽然今天买不到那四样东西,但是很开心 还刚去有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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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有整个一千七百多个视频,你慢慢看一下,一定有些你会喜欢的 那好,下次见,多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而言,裁员广俊,记住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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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